无名是什么东西 无名就是不明白 看不清世间真实的样貌 我不懂 眼睛又没瞎 怎么会看不清呢 被自己遮住了 是因为我直蒙住的心眼 人有四种对自己的执着 一 我吃 执着自己的身体 是实在存有的 二 我见 执着自己的观念 以为自己都是对的 三 我慢 认定自己比别人优越 看不起别人 四 我爱 尘埃于自己相关一切的 人 事 物 人的所有一切烦恼 是非 都原生于此 因为我直 构成了错误的人生观 使人性堕落 向外追逐钱财 名为 名为 情爱 为得到的 不择手段强取豪夺 以得到的 千般呵护 害怕失去 人一生的岁月 就在这患得患世中度过 你说了这么多 还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内在的心性 影响着外在的行为 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看得比别人还重要 他人做事 若不顺我意 就会起 无名而烦躁不安 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是人之常情 想想看 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利益 那这世上还会有顺心的人吗 那当然不可能 你看人家不顺眼 人家也看你不顺眼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 世间不如一世 十之八九 就是不让人家顺心的过日子 是啊 江阳大盗杀人掠祸 夺人钱财 无非就是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重 商人贩卖假药 只是为了赚钱 不顾别人的死活 但也是为了自己 可是说到底 他们顺心了吗 没有 虽得到了钱财 但是却种下了不安 掩藏度月的后果 甚至是牢狱之灾 那我更不懂这浦门品内的经文 如果这些为恶的恶人 只要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就能得到解脱 就能从中解除一切的罪孽 如果真是这样 那观世音菩萨的灵感 也会免太过泛滥了 你错了 菩萨并不能帮人除去一切的罪孽 菩萨只能引领你 开启你原来具有的善性与慧根 你想 人如果能放下我之 不再以自己的标准 打造一个自己的框框去衡量别人 就如同在走路时 你愿意放弃后脚这一步 自然就向前迈出了 当你愿意虔诚地涌出 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时候 这就表示在你的心里 替别人也替自己腾出了空间 愿意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就是认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舍己为人的精神 不断地取念 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 在生活中 要如观世音菩萨一般的慈悲 宽容 如果能够持续不断地念 彻底体悟观音的精神 那再恶的人 他的恶性也会除去的